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非要努力 在《山极闲人阳光大男孩》外表的背后 有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本期下方电影带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漫改小王子》《山极闲人》和日本电影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嗨,大家好,这里是下方电影 最近我组织了微信得三群 想进群聊聊的同志们 请关注视频简介 我把微信号都在那里 如果大家想听谁的故事 就用弹幕和留言的方式告诉我吧 一定满足 《山极闲人》出生于1994年9月7日的东京堆环桥区 和小葱菜奶一样 都是标准的 从小被星探发现 从模特开始走向娱乐圈的套路 《山极闲人》出散的时候 在东京元宿竹夏通被星探发现 开始担任PT雷猛的模特 2010年《山极闲人》的首播电视剧 热海的搜查观上映 从而开始步入影视行业 众多的制片人与导演 也开始将目光转移到这个上界青色 但极神秘与可爱气质为一体的剧脑少年 2011年《山极闲人》主演的剧情电影 《管制塔》和电影剧《Run Away》 《为之爱的你》上映 《山极闲人》迅速地引起了一批观众的注意 2012年《真实魔鬼游戏3》 《剧场版》 《新参者麒麟之一》 《暗黑女教士》等作品一一上映 一口气放出了五部电影 这个年仅18岁的小伙子 不可谓不努力 更何况 每部剧的题材差距巨大 同样的编演方式 这种坚持不懈的毅力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如果《山极闲人》会说中文的话 我觉得他一定会说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但我偏要努力 也就是这一年 《漫改青春恋爱》电影 《今天开始恋爱吧》上映 《山极闲人》实演的能主角 好友《长谷川七夕》 这是《山极闲人》出演的第一部漫改电影 本以为只是一部西通平常的商业片 却没想到 《山极闲人》好像被打开了一个开关一样 与漫改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 之后 《山极闲人》便正式开始了他繁忙的拍摄工作 开始奔斗于各种不同类型 不同替代的片场 2013年 佐藤家的早饭 零母家的晚饭 的播出 让我们看到了《山极闲人》在肥刀剧中的可爱 2014年 《白色荣光寺》 罗系迷宫 即使弱小也能取胜 和《校园漫改爱情片》 邻居同居LDK 让我们跟着《山极闲人》 跳跃于医生 运动员和学生 等几个完全没有关系的角色 这两年 《山极闲人》开始对自己的演员生涯进行横向拓展 通过饰演各种跨行跨界的角色 持续更新自己在影迷心中的印象同时 不断地磨练自己的演技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5年 《山极闲人》与土屋太凤 搭档主演的漫改传演电影《Orange》 和与同居美龄 板口剑太郎 搭档主演的漫改爱情电影 《女主角诗格》上映 《山极闲人》也凭借这两部影片 获得了第39届日本电视学院奖最佳新人奖 学院奖在日本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奖项 被称为日本奥斯卡 由4000位日本勇士元老投票决定获奖者 但在这一年 最为引人热议的 却是他的另外一部影片 《死亡笔记》 这个小伙偶然捡到了一个笔记本 带回家后写成罪犯的名字 第二天却发现 被写成名字的罪犯去世了 这样的解说视频 想必大家都在某音上看到过 全网都在讨论 这个集有报复金负能量为一集的小本位 2015年 本剧的第一集的收收率达到了16.9% 并创下了2015年首播收收率的最高纪录 而最后一集的收收率也达到了11.4% 但在文化部2015年公布的首批 网络动漫黑名单中 出下了死亡笔记的名字 其中还有寄生兽 禁忌的巨人 日在校园 思古代 暗杀交世等经典名作 理由是要重点整治 还有诱导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渲染暴力色情恐怖活动 危害社会功德的内容 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作动漫 但却可以见证 山地闲人的漫改小王子的成长之路 之后 山地闲人也拍摄了许多影片 与二阶唐复美搭档主演漫改校园爱情片 狼少女和黑王子 和四月是你的谎言 以及妖怪手表 飞天鲸鱼与跨时空踏冒险妙 让他的名字在2016年出现在了大街小巷的广告屏幕上 与穿口春奈共同主演的漫改校园纯爱电影 《一周的朋友》 立志商战剧《鹿王》 漫改喜剧片《奇目南雄的灾难》 也都让山地闲人活跃在影迷的话题中 除此之外 更有我们最爱的日本漫画 《啾啾的奇目冒险》的第四部 所改编的漫改奇幻冒险动作片 《啾啾的奇目冒险》 《不灭钻石》第一章 这部漫改电影的拍摄并不容易 制片人平野龙在十年前 就有了把啾啾带到影院的想法 直到2011年才开始真正的筹备 更是花了两年的时间 才说服了固执的作者荒木菲律言 同意并授权拍摄影片 该片票房收入有9.2亿日元 和人民币5200万左右的出色成绩 还有华纳兄弟的资金技术支持 将《啾啾的梦幻世界与DT的超级英雄》主题 产生了奇妙的话语反应 2018年 山地闲人还饰演了良异的男主角 患有自闭症的天才外科医生心疼凑 并凭借该剧获得了第98届日剧学院奖最佳那种格奖 这部剧就是前一阵爆火的美剧凉衣的日本版 同年山地闲人还客串了《我是大哥大的》最后一集 出演了最后和主角《大家的小混合》 也是在这一年 山地闲人在北京出席了爱奇艺尖叫之夜 并获得了亚洲新锐艺人奖 他是此次办案典礼中唯一一个获奖的日本人 为什么日本有这么多想要参演 漫画改编影片的演员呢 为什么又有这么多漫画被改编成电影电影剧呢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看呢 因为没有审查制度 使得日本人的创作十分自由 娱乐产业的发展也非常的迅速 在日本 无论当地老少都喜欢看漫画 有时还能看到这一幕 在电车里 一个刚上学的小孩 一个二多岁的青年和一个病情发白的妈妈 为儿童的捧起了同一本漫画书 读得津津有味 对于日本人来说 漫画早已不是给孩子的没有营养的娱乐垃圾术了 而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 因为有着分级制度的存在 使得一些面向承认的漫画出现在了店里的书架上 我说的可不是那种 一把拽进车门里 车门直接焊死那种啊 讲那个可够不了沈 不过 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过三百 我就努力的冲一波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死亡笔记 还有和最近大伙的 游戏游戏 不说赵班也是一模一样的 赌博《漠视录》《诚如神所说》等作品 根本就不是给小孩子看的作品 面向的群体 已经是对社会和人性有一定认知 并且对此有一定看法的成年人 看似这种 我预判了 你预判了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的精彩对决的背后 其实是来探讨人性和真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而漫画与小说电影一样 是这些故事的载体 之所以其受众之大 是因为相比于小说 漫画更加值得 相比于电影 漫画周期短且成本低 通过低廉的成本 给观众带来最好的视觉心灵冲击 是日本漫画业的核心 也正是这样 日本NTT公司曾做过调查 采访了1939名 15至45岁之间的随机路人 要是他们是否喜欢漫画 其中竟有超过75%的人回答很喜欢 正是有这么多人喜欢 所以市场的需求也跟着成长起来 我在日本网站上 看到过一个漫改电影排名投票 其中第三名是银魂 演员阵容极其强大 有小力群 今天江辉 乔本魂奈 柳乐优弥主演 第二名则是山极闲人主演的天下王者 第一名是死亡笔迪的电影版 可想而知 山极闲人的地位之高 换个角度来想 这些其实都是很纯粹的商业电影 首先 影片题材本身的漫画有许多的情统基础 再加上宣传及人们的狗狗相传 即便影片还没有上映 就广为人知成为热门话题 这其中的代表作就是明年秋天上映 万众期待的灌篮高手了 在此基础之上 还有自带流量的大盘明星加入 不但能融合明星粉丝群体和漫画群体 又能激起一阵话题炒作热潮 从而增加自身的曝光量 而这一切都会使得票房成指数倍增长 《变形金刚》《钢底下》等好莱坞大片 是我们最为熟知的漫画电影 这些好莱坞影片和日产漫画片 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山极闲人》的《啾啾的勤门冒险》 电影制作部分是华纳兄弟的团队参与人 其效果并不比传统的好莱坞大片差多少 但日本电影与美国电影有个很大的差别 那就是钱 日本电影的平均制作费是5000万日元左右 其实就是300万人民币左右 是不是就像开玩笑一样 这点钱恐怕在国内连个脸熟的明星都请不到 人家能制作出一部电影来 正是因为内卷 逼得日本的电影人不得不去另辟蹊径 而改编漫画是个很早的选择 有IP做支撑 有规模庞大 不同年轻段的受众 说句文章话 剧本导演什么的都不是很需要 演员就照着漫画书模仿就够了 这一商业模式不仅预算低 品质高 还有足够的流量 尤其是一些不需要特效的爱情片 更节省制作费 其拍出的片子一点也不会比普通的电影差 还会获得大量的票房收益 我一直认为 拍好电影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钱的 用钱堆积起来的是商品而不是艺术 用少量的资金 拍出了最好的片子才是最好的导演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各位打工人 我是下方电影 喜欢的朋友请一键三连和订阅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动力 下方电影 用文字和光影照亮屏幕前的你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